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刮掉了整个浮雕的表面 原来石壁外层的浮雕是雕刻在一层非常像石头的东西上面 在照片的背后有人写到那是一种用蛋清混合码粪的东西 粘在了一块平整的巨石上 然后在上面浮雕了那些图案 这一下解释了为什么浮雕那么草率 因为这种材料不能过多的雕琢 浮雕铲掉后 只有几个地方是真正在那巨石上刻出来的 那些是铲不掉的 一对比就发现 这和这里墙壁上的孔洞的位置都一样 而且这些真的在巨石上雕刻出来的碎片 貌似是一种按钮可以被人按到巨石的内部去 他们按照我们发过去的照片把巨石上对应的那些碎片一个一个按了进去 然后我看到一张是胖子光着膀子竖着大拇指站在分开的巨石前 巨石中间裂开出现了可以让人通过的缝隙 照片后面写着干得不错 我和小花鸡掌相亲 但是我们立即又发现这些照片后面还有其他的照片 又是一道石墙 背后的敷衍更加的简洁 第一道石门四百米后出现第二道石墙 请再接再厉 照片上又是很多很多的浮雕 我和小花苦笑 不过这一次我们都没有疑惑 不管照片上是什么 我们不用解开它 只要下去去到第二条机关的走廊再来一遍就可以了 如果是小说 可能期间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这一次真的比我想象的要轻松的多了 我们第二次准备的更充分 第二天就得到了第二组浮雕排列的提示 然后第三天他们打开了第三道石墙 期间再也没发生什么 解开第三道石墙之后 我们拿到了他们的反馈 根据这机关的数量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关 他们进去之后 面对的应该就是张家狐 我们在时事收着东西 最后看着那些浮雕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这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放松过 也从来没有这么有成就感过 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担不了大事的人 这一次我证明自己做到了 而且那种成就感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那么执着地追求成功 小花也很高兴 心里的石头放下 现在只要等他们那一边的消息就行了 我们确定不需要待在这里 就到悬崖下面去 如果有好消息 那我们就回到村里 或者干脆地赶到广西 在巴南等庆功 我心想着老太太答应我的事情 但是没着急对见 一方面浑身是伤 也没有体力再去想这些事情 另一方面 我不想显得自己太功利 我还是想让小花自己提出来要告诉我 不过那显然不可能 休息的第二天 小花一点要说的意思都没有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了 还是先问了她 她靠在石壁上玩她的手机 忽然听我问了起来 露出一个挺抱歉的表情 说不好意思 她忘了还有这件事情 她本人不是特别在乎这些 我说我看出来了 看在我救过你命的份上 你给我个痛快吧 小花把手机放回兜里 说应该的 不过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在她看来 事情的真相 很多时候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不想解释太多 说你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完了 我再告诉你 我的一切是怎么回事 小花笑道 说好吧 秀秀应该和你说过 咱们爷爷辈在这干的那件 貌似惊天动地的事情吧 我点头 小花就说道 那我省了很多事情 你让我先来想想 事情该从哪儿说起 她挠了挠头 说 其实整件事情 应该是由张大佛爷说起的 这你也知道吧 张大佛爷 是老九门之首 我听过一些 她的奇闻一事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小花 要和我说的那些 于是干脆就摇头 小花说 那我大概和你说一下 你千万不要吃惊 听到的东西 那基本都是真实的 张家张大佛爷 来自北方 是北法南传的代表 但是这个家族在来到南方以前 在北方的来源背景 十分的神秘 一说是出自吉林一带的 山区大族 但是北方的人说起这族 也所知不详 就是张大佛爷自己 说起自己家的来历 也很迷茫 他说他在北方 家族的祖训就非常的低调 他只知道 他们这个家族的背景并不光彩 他们的这一脉 似乎是被另一个张姓的大家族 在几百年前给赶出来的 这个故事 是张大佛爷自己在酒桌上讲出来的 现在听起来非常的老道 他自己似乎也当成了一个传说来说 可能是在几百年前 在吉林一带有着非常神秘的一只盗墓家族 隐居在深山里 过着不问世事的生活 他们严格的执行着家族的通婚政策 除了被挑选出来的管事者 其他人都在山地聚集活动 完全不和外来人接触 后来 他们之中有一个子孙爱上了一个猎户的女儿 还是对方受孕 张家势力庞大 就要杀死那个女孩的腹中胎儿 那个子孙执意不肯 最后选择了离开家族 他被施以酷刑 剥夺了那个家族特有的象征 然后被赶出了家族之外 这个子孙和那个猎户的女儿 就离开了当地 来到了吉林的城中 万幸 这个男人聪明而人人 慢慢的就靠着他的盗墓记忆 和这个女孩开支散影 因为害怕家族的监视 他们一生都过得非常的低调 之后 这也就成了祖训 这只家族历经几代 逐渐成了关东 一股非常大的隐藏势力 据说 那个子孙的第二代 曾回到过当年父母被赶出来的地方 想要去找他们的爷爷奶奶 却发现他们的祖族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不知道到哪去了 不过 他们在废墟之中 发现了他们祖族为何要与世隔绝的秘密 据说是 他们在废墟的地下 发现了一只巨大的地窖 这个是那家族建造的 里面有无数的铁锋棺果 都是那家族历代的祖先棺材 这个地窖之下 让人恐惧 而地窖的最下一层 那最古老的棺果 却被人搬走了 显然 这只家族进行了一次搬迁 不知道为的是逃避什么 而剩下的那些棺果 都无一表现出一种诡异的状态 他们为了掩盖这个秘密 烧了那个地窖 但是这个秘密 却成为家族的一个传说 在几十年前 中国最动乱的时代里 张大佛爷 作为长沙当地最大的一支派头 在新旧政府交替之际 参加了当时的革命 江湖中人 武艺高强 身怀绝技 又有巨大的号召力 很快便在权力的中心 站稳了脚跟 我们不知道 张大佛爷 当时使用的化名是什么 总之 他当时的地位 非常非常的高 至少在第一权力集团之中 这么高的地位 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接触到一些核心人物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某一个领袖 就从他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 他们当时也许是在一次小拙之中 当成趣事来说 但是这个领袖却听进去了 他对这个秘密有了强烈的好奇心 在完成革命之后 大家都逐渐老去 张大佛爷为了避免之后的大风暴 也就引退了田园 以为就这么过完一生了 可是忽然有一年 张大佛爷就为秘密接见 再次见到了那个领袖 当时领袖已经步入暮念 在交谈中 张大佛爷感受到了领袖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 领袖让他去寻找他祖先的那个秘密 于是张大佛爷只能翻查自己的家族讯息 通过特权 他翻阅了很多限制 终于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 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过程 但是他发现了四川四姑娘山这一边的线索 于是便有了史上最大盗墓活动的发生 此时领袖的健康急剧的恶化 他们不得不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 进行很冒险的探索工作 结果史上最大的盗墓活动成了老九们的灾难 当时的中坚力量几乎毁于一旦 最好的好手都死在了里面 这个项目直接负责于领袖 所以由另一个副手直接指挥 可是在那一年里 那个副手和领袖陆续的死亡 整个项目也就自动停止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想起了当年二叔在那看到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那个人地位如此之高 我还无法相信 现在看来果然是真的 很幸运 因为这个项目的极度机密 所以两个人去世之后 谁也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接下来是权力斗争的极限 为了避免被清洗 老九们全部折服下来 同时很多老人也相继去世 可以说老长沙 逃沙客的黄金时代走到了尽头 之后一直是风平浪静 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包括霍老太 谢九爷等人 都有意识地开始洗底 想摆脱这件事情的阴影 同时为了兼顾生意 以区域划分 大家族都开始联姻和合作 不过他们没想到 这件事情根本没完 一路关门深似海 他们的子女早就被注视和培养着了 你知道 这股力量的梯队观念是非常深的 在使用老梯队的同时 第二队和第三队早就成型了 好像是七十年代中期 在霍林 你三叔这一代人二十不到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完成过一次摸底和挑选 我相信你家里的老爹 二叔三叔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时代是很可怕的 年轻人非常的狂热 在老梯队没落的同时 其实新的梯队已经开始工作了 小花把当年的领袖称为A势力 那么这股A势力并没有放弃那个秘密的探索 在领袖死后 A势力的继承者表面上默认了老酒们的缺失 但实际上 在考古队工作的霍林等人 早就开始了后续工作 而且在那段时间 他们的目标已经从四川转移到了张家楼 同时 杨士雷和张家楼的关系也被发现了 势力A认为 当年张大佛爷的祖先离开吉林之后 很可能带着那些祖先的官国去了广西 在山中修建了这么一座古楼 把那秘密藏到了这座张家楼里隐蔽了起来 于是 势力A使用霍林和陈文锦这些心情力量 组建了一支考古队 前往广西探查 这些就是我们在遇到你之前推测出来的事情 之前我们一直以为那次考古项目给霍林巨大的打击 使他好像着了魔一样 可能是为了解开心中的心结 他去了西沙 之后出了什么巨大的变故 老太太怎么查也查不到 他一开始以为女儿葬身海底 八十年代末 其实他也放弃和接受了 他厌倦了这件事情 就想离开中国移民加拿大 但是这个时候忽然有人给他系了几盘录像带 我听秀秀说过 但是不想秀秀暴露 于是沉默了又听了一遍 录像带里有霍林的影像 好像被关押在某个地方 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威胁的录影带 他的女儿在某个地方被关押着 胁迫他不能出国 并且继续寻找那座张家古楼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心痛的事情 于是老太太明说的 是为了知道女儿为什么失踪 其实是被人用这种方式给威胁着 继续去找那座古楼 所以他才会高价来收那些样式类的图纸吗 对 但是你的出现搅乱了一切 因为你带来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假设寄来录像带的是势力A 那么可能连势力A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控制的那支考古队 其实已经被人调包了 你查出来在广西妖湖边上的事情告诉我们 整个事情其实还隐藏着一股更深的力量 至今可能只有你查到的势力B 这支势力B非常的神秘 但出手不凡 出现一下就用非常狠的招数 把那支考古队全部都杀掉了 然后用自己的人替换了那支考古队 整个事情发生在偏远山区 速度非常快 很显然 势力B十分了解势力A的情况 所以早早地做了准备 所以替换的那些人连他们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现什么 而势力A也不知道 他们的队伍已经被势力B所替代了 小花说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霍老太太忌讳就没有了 你知道她的性格有仇必报 两股势力一股杀了她的女儿 一股耍了她这么多年 是时候反击了 所以她准备抢先找到那座张家楼 拿里面的东西 然后逼幕后人现身 这事件很危险的事情啊 是的 所以我们前往这里的同时 霍家的其他人已经离开国内 老太太这一次是玩真的 很抱歉 我现在知道她为什么会选你们几个当帮手 是因为她不能用自己家里的人 说起这个 我倒不是特别害怕 因为这些毕竟是很虚幻的 我问道 那么你们猜这势力B是谁呢 势力B肯定与势力A是暗中对立的 表面合作的 否则不需做得这么隐秘 我听你说西沙的事情 西沙一定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终极 所以才会如此的复杂 你三叔说不定真的在某种程度上 也被蒙在鼓里 只有当事人全部坦白 你才会明白 到底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惜现在当事人基本都不在了 我往地上一躺 心说也是 真他妈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三叔和谢连环分别代表的就是 求德考和老九门的野派势力 其他人难道是披着A的皮的B 那当时闷牛瓶要代表着 哪一方的势力呢 小花站了起来说 总之好戏在后头 她看着墙上的那些洞 百无聊赖的用手电罩着 等他们把东西弄出来 才是真正好玩的时候 我点头刚想再骂几生娘 忽然看到小花在洞里发现了什么 一下子皱起了眉头 低头仔细去看一个洞 我问怎么了 就见她皱起眉头 咬了咬嘴唇 把手伸到那个洞里 拨弄了一架 就听到洞里发出了一连串咯咯啦啦的声音 又一块浮雕从里面长了出来 小花拿出了一块碎石给我看 我走过去 心已经狂跳起来 心说妈的怎么回事 我们开合太多次 有块石头绷了下来 卡在里面 这一块没有推出来 糟糕 我立即倒吸了一口冷气 退后一步看石壁 原来一共是四个按钮 现在变成了五个 我靠 那就是说 另外一边原本需要按五个按钮 但现在只按了四个 可是 从问邮屏发出来的那张照片看 石壁还是打开了 密码错误 石壁还是打开 那他们进去 会是什么状况呢